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孩 我们站起来叫女孩 因为当时十八九岁 现在二十八九岁 男还是女孩 我也是男孩 对不对 低声问男的 这些年过得好吗 他对你好吗 男的很伤感 说 我还没结婚呢 一直等你 女的眼眶红了 这个男人等了自己十年 一般人都受不了这个 说 晚上七点到宾馆来找我 瞧不瞧 那天正好是七夕 男的呢 就回去开始准备 洗澡发胡子 手捧鲜花 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宾馆 姑娘把他迎进去了 照顾男的坐下 悠悠的问道 你听说过安利吗 这故事讲完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感人啊 令人不胜唏嘘 防不胜防啊 我们对传销认识比较早 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发现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说话开始怪怪了 平时嘴笨得要死啊 你忽然能说会道起来 多少还能说几句成功学 比尔盖茨啊 乔布斯啊 挂嘴边 平时几年都不来往 忽然问候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就在防备了 终于听到关键了 退休 我在想这些人生活中是不是特别寂寞 需要找一个地方发泄 寻求安慰 这也有可能 比较像 你看这些组织的动员大会上都比较激昂 像个温馨的大家庭一样 伴随着歌曲啊 跳跳广播体操什么的 基本那个配乐都是感恩的心 我们都是一家人之类的 你想象那个画面 一帮老肉病残 年轻人要么就是找不着对象 要么就是事业不得志 头发都乱乱了 眼神呆滞 一起大和上 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那种啊 僵硬的肢体语言 我说的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有点埋怠人了感觉啊 要了解现在所谓传销 就要会算账 我们先从几个数学小故事开始 故事一 据说一位国王 问他的宰相 要什么赏赐 聪明的宰相就说了 我所要呢 就是从一粒骨子开始 在这六十四格的棋盘上 第一个格放一粒骨子 第二个放两粒骨子 第三个放四粒 就是每下一格 例数增加 如此下去 一直放满到六十四格 这就是我要的赏赐 国王觉得宰相 要的不多呀 没要金银财宝 没要美女 要点粮食 给吧 就叫人给宰相按要求赏赐 但是后来发现 即使把全国所有的骨子抬来 也远远不够 这个故事很多朋友之前可能都听不过 我们再讲个故事二 假如你能启动你的汽车 第一分钟里 车速提到两公里每小时 第二分钟 车速提到四公里 第三分钟 车速提到八公里 就是每过一分钟 车速加倍 想想好像不是很快啊 对吧 我就再过一分钟 也不过十六啊 太慢了 如此下去你大概想不到 只要不到十九分钟 你的车子就可以超过光速了 就是每秒三十万公里 故事三 那假如你还没有从上面这两个故事找到感觉 那我就用中国的老话 一传十 十传百 如果按照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这样传下去 传多少步 就可以传遍十亿人口 也就是全国 用小学的知识就可以估计 你应该最多只传第九步 就够了 就这么快 以前想过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学现象 数学心理现象 就是几何极数的增长 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我记得好像初中时 当时知道同学收到一种叫连锁信的信件 当时都并没有在意啊 觉得这是好玩嘛 后来自己也收到一封 便忍不住好奇起来 这种连锁信的内容大概就是说 你收到这封信之后呢 给写信人寄上一张明信片 然后照此信 超六份 再寄给其他不同的六个人 不久你就会收到六张明信片 对吧 你的下载给你的嘛 如果中断自信 就有什么不信降临到你身上 等等恐吓语言 后来有了互联网 这种模式就出现在朋友圈里了 反正挺恶劣的传播手段 我们先要说明信片 要是把明信片换成一块钱 那岂不是一块钱变成六块钱 天下能有这样的好事吗 常识告诉我们 这是不可能的 高中政治经济学也告诉我们 剩余价值不能在流通中产生 记得这句话啊 我们在做简单的数学分析 第一步 第一个人传六个人 第二步 六个人传三十六个人 第三步 三十六个人传两百一十六个人 即每一步都是每个收到明信片的人 再传给下面的六个人 如此下去 仅仅需要十二步 就足以让全国人口 收到这个明信片 十三步就足以传遍全世界的人口 在这个数字金字塔中 越靠上层人越少 回报的可能性越大 因为收线人增长其快 金字塔下面的人呢 也必然会传递给已经收到过此信的人 果不其然 当时这个游戏啊 也正是利用了极数增长速度 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这一数学系的现象 让你觉得 连锁信会传很久才能覆盖全国 而现在我们意识到 这样的传递速度是如此之快 尤其现在互联网时代 那么什么是传销邪术的秘诀呢 我这里不是教大家不好的东西啊 而是我们要破解骗局 就要先研究它的原理 我那时候好奇 在网上看了很多传销的录像 发现传销在连锁信的基础上 加的东西其实并不多 总结如下几点 模式一 几乎完全是无本生意 以会员费手续费骗取钱财 传销不与销售产品相联系 而只是推出一个所谓的卖点 比如什么新产品投资之类啊 对吧 传销公司会尽力让你相信 有无数的人迟早会加入这个卖点 然后呢给出榜样 说自己啊 谁谁谁朋友 靠此发了大财 以前多穷 现在开什么车了 买别墅了 等等 但要加入 你就得交汇费 既然你已经相信 无数的人会像你一样感兴趣 你以为你会像榜样们一样 成功非常容易 这种模式 与上述的连锁信几乎完全类似 卖点只是一个幌子 而真正吸引你的是 一张明信片换六张的把戏 比如我给你设计这样一个传销模式 说火星移民是迟早的事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 比尔盖茨已经向联合国提出了 关于火星开发的申请 未来三十年内 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到火星上去 所以我的传销公司呢 叫火星移民投资委员会 再包装一下 我提供有关火星航天技术的进展资料 火星开发的法规更新 火星土地的销售信息 和很多关于地球的坏消息 对吧 地震了海啸旗流感等等 就是想让你在地球上待不下去 恨不得明天就走 加入本会的人呢 可以优先取得火星移民资格 入会吧 晚了赶不上了 会员费多少呢 不贵 一百美元 假设会上当的总人数为一百万 然后我在做几场报告会 有一千人上当 成了我的徒弟 所以我挣了多少钱呢 十万美元 对吧 回想一下上面的这个数学故事三啊 我们已经做了一传千的第一步 如果我的徒儿们赶不上我这个创始人 对吧 肯定了 你下家永远赶不上上家吗 能力呢 也沉思不齐 每个人只给我发展了一百个徒孙 也不错 空手套杯狼 减去交给我的一百美元 在土耳门每个人也净赚了九千九百美元 是不是 那么我现在又有了多少人 十万徒孙 啊 这十万徒孙 有多少徒曾孙可以发展呢 我们再少一点算 就是平均每人算十个人 减去上交的一百美元 那么徒孙们每人也能挣九百美元 现在过世 徒曾孙们就已经有一百万人了 早已经是金字塔的底层了 那什么叫金字塔底层呢 就是市场已经完全饱和 在这种情况下 徒曾孙只能向已经是会员的人推销 但是已经交会费了这些人 谁还会傻乎乎的再交一次呢 还记得前面那个连锁信的故事啊 第二次收到类似信件的同学 没有人有兴趣再回信 玩一次得了 都挺忙 所以呢 徒曾孙全部都是亏本的人 这不奇怪 他们不亏 创始人的钱从哪里来呢 这个金字塔只有四集 就是创始人 徒儿 徒孙 徒曾孙 传了三步 一传千 千传十万 十万传一百万 就已经达到了一百万人 那赚钱的人肯定就是前三集的人 创始人 徒儿 徒孙 那总共骗的钱财是多少呢 几个零看这里面啊 八个零 一亿美元 这个数字正好是金字塔底层 徒曾孙们所交的钱的总数 骗子的级别越高 骗的钱越多 亏钱的人也就是徒曾孙们 总人数是一百万人 而赚钱的人呢 总数是多少 十万一千零一个人 创始人骗了十万美元 其实就可以逃之夭夭了 如果我再想多骗一点的话 可以对上面公司的策略 稍微改动一下 要求下一级会员 发展了新会员后 需要向上线人缴纳 百分之十的提成 这样我就可以赚更多一点 那徒儿们呢 也可以稍稍多赚一点 但是徒孙们就少赚了 因为最底层的徒曾孙们 没有新的会员可以发展了 徒孙们只能上缴 向下则拿不到任何提成 如果创始人再坏一点 给徒儿徒孙们规定一个月 必须完成多少额度 否则会员资格会被取消 那就等于这个级数的增长的 每一步的时间都会缩短 这可能让骗到手的钱 尽快到手 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传销模式一 下一集我们继续聊传销模式二 今天嗓子有点疼 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们下集再见